同样是明星遇到乞丐,张博之给一百元,而范冰冰却这样做,每次走在桥洞或者是车站附近,总会有一些乞讨者,来到你的身边向你张嘴要钱,小编看到四肢健全者是从来不会给的,毕竟有手有脚,为何不靠自己的劳动力去养活自己呢? 很多明星们对戴血盖的态度会不会和我们不同呢?毕竟对他们来说钱还是比较好挣的,张博之最近在某机场遇到了一位残疾乞讨者,对方拿出了残疾症给张博之展示,张博之不仅大方给他签了名,更是给了直接给了一张百元大钞,引来网友的一众称赞之声,虽然还有一部分网友质疑是炒作, 真相小编就不得而知了,相反范冰冰这边,有一位乞讨者上前讨要,范爷直接选择无事,然后离开了那个地方,小编表示,虽然范冰冰身价上亿,但是面对有手有脚的乞丐,估计想得和小编一样,明明可以自食其力,却偏偏想着不劳而获,范爷的做法确实没毛病,各位看官,你怎么看呢?